爆炸巨响接连不断 以色列加大轰炸火力 现在甚至切断所有通讯 整个加萨笼罩 一片黑暗中 直到白天才看清楚 炮火有多猛烈 遭到轰炸的高楼一栋栋崩塌 整个加萨烟雾弥漫 大陆环球电视网记者 在镜头前求救 整个加萨有如孤城 因为切断通讯等同切断平民的救命线 国际救援组织说 在加萨的工作人员 失联超过16小时 当地人无法叫救护车 更急迫的是上千名加萨孕妇 随时可能临盆 担心局势全面恶化 马斯克宣布SpaceX的星链 会来加萨开通 他说虽不清楚加萨地面通讯 有哪个单位负责 但他会支持国际认可的援助组织 另一边召开记者会的 以色列军方 面对排身倒海的质疑 强硬反击 而以色列似乎是在为地面战 做准备 专家说以色列认为 哈马斯拿加萨人身亡 大外宣 切断通讯是不想让平民成为 哈马斯的心脏武器 TVBS新闻 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